爸妈在国庆赶回家的高速路上出了车祸 双双葬身火海尸骨无存 接到电话 我没有丝毫反应 老婆的助理却急到发疯 一个接一个的消息和定位发来 让我立刻赶往车祸现场 我屏蔽了她 关掉手机继续听个健身 上辈子我接到她的电话 一路闯红灯赶去车祸现场 却被告知爸妈被烧的连骨灰都没剩 老婆的助理说 我爸临死前对我失望透顶 修改了遗嘱 将所有遗产留给了我的妻子 这次着急回来 就是要跟我算账 将我赶出家门 向来心疼我的老婆 更是在我爸妈的葬礼上 拿出我的亲子鉴定报告 说我不是爸妈亲生 这些年苦心经营演戏 就是为了骗取他们的遗产 可我分明是爸妈唯一的血脉 面对众人的怀疑 我选择了报警处理 警方的技术人员检验过爸妈的事故车辆 却说刹车被人动过手脚 零件上提取出了我的指纹 所有证据都指向我 我被全网 骂成了狼心狗废猪狗不如的畜生 正义的老婆 亲手将我送进监狱 坐拥我爸妈的全部遗产 夺走我的一切 最后我在监狱里 被人殴打到 全身骨折惨死 再睁眼 我回到爸妈车祸当天 正文开始 儿子 我跟你爸五个小时候就到家了 你别等我们 今晚订了你喜欢的那家餐厅 晚上见 我盯着屏幕上我妈发来的消息 鼻尖泛酸 柳如烟在门口 帮我拆着刚到的快递 取出她精心为我挑选的生日礼物 挨个摆在我面前 注意到我表情的变化 她笑得一脸温柔 妈给你发消息了吗 什么时候到 我下班去接他们吧 再给他们买点营养品 关切的语气和从前一样 我却听得毛骨悚然 从她嫁进我家 到现在五年 将家里照顾得尽心尽力 对我爸妈更是比自己的亲生父母还要亲 一开始 爸妈还怕她是看中我的钱和资源 到后来也心甘情愿地承认了这个儿媳 每次见面都对她夸得赞不绝口 我也沉浸在幸福里 无法自拔 如果不是上辈子 她当众在爸妈的葬礼上 拿出那张亲子报告 面目扭曲地指责我 狼心狗肺 我绝不会想到 自己日日夜夜生活在一起的妻子 竟然有这样癫狂的一面 她将给我挑选的生日礼物 摆满了茶几 满脸期待 目光虔诚 老公喜欢吗 我准备了一整年 全是你收藏过的东西 应该没有遗漏吧 我深吸口气 颤抖着手将面前的礼盒挨个拆开 泪水却忍不住模糊了视线 就在我27岁生日的今天 同时失去了爸妈 等我赶到车祸现场时 连他们的尸体都没看见 下葬都找不到他们的骨灰 我趴在车架上 喊得撕心裂肺 一向对我恭敬的助理伊腾诚 却讥讽着 让我别在这哭 别葬了爸妈轮回的路 在我疑惑的眼神下 他说爸妈今天之所以开车超速 就是赶着回来 让我滚出家门 我爸更是在生前就修改了遗嘱 把所有遗产都留给了柳如烟 我们的争执 引来不少看戏的路人 爆发更大的矛盾前 柳如烟被警车带到了现场 我没多想 还以为他是过来替我做主 还我清白 却没想到 一直心疼体谅我的老婆 当众朝我怒声骂了起来 爸妈对你那么好 你怎么能做出这样的事 他们哪里对不起 你让你这么丧情天良 我都劝过你那么多次了 他们的钱最后肯定是给你的 你就这么着急吗 为了得到公司 连养育了自己二十多年的父母 都不放的 你还算是人吗 生前你对他们没有一个好脸色 也就算了 现在死了 还要在他们面前演戏 他气得面容扭曲 满眼憎恨 我苍白无力地解释 淹没在路人极尽羞辱的骂声里 本想着先给爸妈办完葬礼 让他们安心离开 他却在葬礼上 拿出我不是爸妈亲生儿子的鉴定报告 让我滚出现场 为了自证 我选择了报警 可等警方调查结束 在葬礼上当众公布检查结果 说车辆被动了手脚 上面提取出我的指纹 一瞬间 参加葬礼的亲朋好友 对我动辄打骂 这么多年纪家 就养了一个儿子 竟然还是个狼心狗肺的白眼狼 窥几家的老两口 对他百般疼爱 动物都知道反哺 他简直 连个畜生都不如 他爸妈真是可怜 就这样死在亲手养大的儿子手里 换成我都死不瞑目 怎么还有脸报警啊 是觉得 上天没长眼吗 干出这样丧尽天良的事 真不怕出门被雷劈死 种种证据 全部将嫌疑指向我一个人 他们随手捡起葬礼上的花圈 摔大在我身上 玻璃的酒杯砸向我头顶 鲜血混着油漆 将桑腐染得五颜六色 有人借着这次现场直播 涨粉千万 一时间 我成了全网唾骂发泄的对象 他们对我说尽了世界上最恶毒的诅咒 直到我被老婆亲手送进监狱 没多久 就爆出在狱中遭遇虐待身亡的消息 网友这才平息目逸 咽气前一刻 我都没想明白 为什么早上 还在给我订餐厅庆祝生日的爸妈 转眼就对我失望到葬身火海 这次 我一定要查到真相 我拆完礼盒 不确定地给我妈回了句消息 我是你跟爸唯一的亲生儿子对吧 不是从垃圾桶里捡回来的吧 没过两秒 我妈就给我发了一张出生证明的照片 说这一直是她跟我的聊天背景 不明白我为什么会突然这样玩 紧接着 她又拍了我爸的手机壁纸 给我发来 是我出生那天 和爸妈在病房的合照 我明白父爱的含蓄 也知道我爸不善言语 能把我们的合照 放在最显眼的地方 已经是她表达的最浓重的爱意 看着屏幕上的两张照片 我心里的疑惑越来越重 就算是领养 也不可能刚出生就被人抱走 连身体都没擦干 似乎是察觉到我情绪不对 我妈又给我转了52.1314万过来 怎么今天莫名其妙的 缺钱了 今天虽然是你的生日 但小燕在记家里也很辛苦 你拿钱给她买点礼物吧 可别说是我教你的 我收下转账 给我妈回复了一个遵命的表情包 叮嘱她看着我爸路上开车一定要慢 安全第一 我妈不以为意却感动到 儿子终于长大了 还知道担心我们了 这儿媳妇选得好啊 放心吧 你爸还给你准备了不少惊喜 连我都满着 这老家伙真是越老越藏不住事了 我咽下满心酸涩 大脑飞速运转起来 柳如烟见我拆了礼物 没什么反应 不安地凑到我面前 老公不喜欢这些礼物吗 那我重新选吧好不好 今天是你的生日 我不想让你不开心 在当今无条件宠爱妻子的风气下 柳如烟像是一股清流 从前我无数次庆幸自己 娶了个体贴懂事的老婆 可现在却不敢这样认为了 说着 她将我拆开的礼盒 小心翼翼地收进柜子里 转身笑得满脸甜蜜 对了 你还没说爸妈什么时候到家呢 我让一腾城帮我给他们准备点礼物 那家店现在太火了 买东西都得排队 估计现在赶去 等他们到家 时间刚好 不等我开口阻止 她已经给一腾城拨号过去 她的一举一动 让我看不出半分异样 可她现在越是正常 我就越是心慌 为了让我放心 她在我面前 跟所有异性打电话 都会按下面提 等说完需要买的东西 一腾城恭敬的声音很快响起 好的张经理 您对吉董真是太用心了 他们收到礼物 一定很高兴 柳如烟凑近在我脸颊落下一吻 才开口道 我记得有几个品牌 最近出了高定西装 我想送给我先生 你看方便的花一起买吧 一腾城没有任何迟疑 一口答应下来 我轻笑着凑近电话试探道 太麻烦你了吧 影响你的正常工作就不好了 要不还是我自己去吧 反正我今天请假 也没什么事 一腾城想都不想 就直接拒绝 为你们服务 就是我的工作 都是我该做的 不麻烦 那我现在就去约排队了 祝您今天生日快乐 声音真是得听不出 半分其他情绪 让我越发疑惑不解 他对工作一直尽心尽力 为此 我也提出过好几次 想给他涨工资感谢 却被他蜿蜒谢绝 说一切都是自己分内的事 掌心只想靠自己的工作能力 我一度敬佩我爸眼光独到 给柳如烟招聘了这么好的助理 却没想到 就是这样有原则的人 在车祸发生后 第一时间站出来 指责我是个狼心狗肺的白眼狼 随着时间一点点流逝 我心中的疑惑不安越来越重 将一切安排妥当 柳如烟才出发去公司里上班 我跟着他的脚步 悄悄开车去了公司楼下 一想到两个小时后 爸妈就会发生车祸葬身火海 我心跳的几乎越出胸腔 前世发生的一切看似意外 现在仔细想想却缓缓相扣 似乎背地里 有一双无形的手 在推动剧情发展 这次重生 我绝不能重蹈覆辙 我找了个隐蔽的角落蹲手办上 终于看见一腾城从公司里出来 等他开车离开 我急忙跟了上去 半个小时后 车停在地下车库里 我眼睁睁看着他 走进了那家火爆的保健品店 眉头越皱越紧 如果他在车祸发生前 什么都没做 也没接到我爸打去的电话 为什么事发后 面对我会是那样的态度 如果我的确是爸妈唯一的亲生儿子 我爸又怎么可能突然修改遗嘱 说对我失望透顶 如果柳如烟真的爱我入骨 为什么在车祸发生的第一时间 就跟我反目成仇 将我推到舆论的风口浪尖 一个又一个问题 在脑海里不断浮现 我大脑思维几乎崩盘 我挨个回想 前世车祸后发生的所有细节 小心翼翼地拼凑真相的线索 从车里找出一张空白的纸 将已知的所有信息片段都写在纸上 盯着凌乱的文字 看了整整一个小时 我大脑里灵光一闪 急忙给自己在医院的朋友打去电话 有件事很着急 在你们医院里帮我查个东西 我在保健品店铺门口 来回夺步了半个小时 手表几次发出心跳过速的预警 都被我直接忽略 我心中隐隐有了预感 自己快要接近真相了 一腾成提着一大堆东西 走出店门时 朋友终于给我发来一个文件 点开耐克 看见屏幕上的东西 我瞳孔都在颤抖 果然和我想的一样 这一切都是他们的谎言 接着 我联系了我爸的私人律师 给我发的东西 保密 别让我爸知道 我不想让他担心 尤其不能告诉柳如烟 然后 又让银行查了我付卡账户的交易明细 做完这一切 我目送一腾成开车离开 自己转头去了健身房里 耳机刚戴上 一腾成的电话就打了进来 声音急得快要发疯 吉总 您快来看看吧 董事长他们出车祸了 情况危急 我给你发定位 不等我开口 他已经挂断了电话 前世事发突然 我没来得及细想 为什么我爸妈车祸 通知我的不是医院 不是交警 而是一腾成 他分明这时候 才刚刚从店里出去 看着屏幕上 他一条接着一条的消息 我直接点了屏蔽 关掉手机播放音乐 等健身结束 我再次打开手机时 高速上的严重车祸 已经登上各大平台热搜 警察才刚刚赶到现场 还没调查 评论区却已经展开了 对我的恶毒谩骂 还有不少网红 恰好出现在车祸现场 开启事故直播 镜头对准了 淹没在湖海里的车辆 二十分钟后 一腾成的身影 出现在各个直播间里 对着镜头哀嚎深渊 吉董早上才刚刚说过 要修改遗嘱 没过几个小时 就在路上出了车祸 这不是谋杀是什么 他对公司里的员工都那么好 我实在想不到 谁会这么狠心 对他和夫人下手 直到给他儿子打去电话 才明白 他就是那个丧尽天良 泯灭人性的畜生 听见父母出事 到现在连一句话都没有 我发了几十条消息 全都已读不回 世界上怎么会有 这样恶毒的人 知道家里的遗产 要给别人 就提前害死自己的父母 这样抢来的钱 他用着良心能安吗 他激动的浑身颤抖 还不忘打开手机播放 和我爸的通话录音 我爸的声音 被现场的噪音抵消不少 听不清晰 我对这个儿子 实在是失望头顶 他简直就是养不熟的白眼狼 整天不是惦记我的公司 就是惦记我的存款 连我这二十多年 买给他妈的金首饰 都全部被他偷偷卖掉了 我到今天才发现 既然这样 左右都不是轻生的 我还不如把全部遗产 留给我儿媳妇 起码他不会对我们 吹胡子瞪眼 音频播放结束 柳如烟正好赶到现场 听见最后一句 直接跪在地上 对着燃烧起火的车辆 痛苦嘶吼 爸 妈 是我来晚了 是我不笑 一腾城一边惋惜 一边对着镜头开口 这就是季家的儿媳妇 也是己伯达结婚五年的妻子 大家不相信可以问他 他能替我的话作证 柳如烟文言愤怒地站起身 一改往日地柔弱 冲到镜头面前 抢过手机 就怒声骂道 我证明 他说的没错 我已经忍继伯达五年了 从刚结婚他就窜多 我进公司抢一产 让我用柔弱的外表 骗取公婆的信任 可公婆对我就像对亲女儿一样 我怎么可能做出这种没良心的事 但我只要表露出一点不同意 他就对我动辄打骂 说我不过是他养了一条狗 还真拿自己当主人了 他说什么我就得听什么 不然他一句话 就能让我从记家滚出去 外面求着 要嫁进记家的女人 多的是 每次跟着他回公婆家 手里提着一堆三无的垃圾产品 还要被逼着偷婆婆的手势 替他卖钱 我哪里忍心 都是骗他说卖了 最后用自己可怜的工资补上 我一直劝他收手 却没想到他变本加厉 现在更是害死了 养育自己二十多年的父母 字里行间的悔恨 溢出屏幕 两个人一唱一和 将我喷得体无完肤 直播间瞬间被骂声填满 养育了二十多年 就算没有亲情 总有恩情吧 为了钱杀害自己的父母 这种人 怎么还能活在世上 竟然还想继承遗产 小心出门就让雷劈死 妈的 今天出车祸的 怎么不是他 有没有人知道他住哪 没别的 就是我车头看着不顺眼 想换一个 甚至有不少人 刷天价的礼物 让柳如烟跟我离婚 还有律师刷屏 扬言免费替他起诉 送我坐牢 很快就有人 扒出了我的联系方式 发在公屏上 一个接一个网报的电话 打进来 看着前世的一幕幕重演 我却没了前世的绝望和恍然 他们现在骂得越是奇迹 后面连打得才越疼 等柳如烟联系好病遗馆 我准备送他最后一程 走出健身房之前 我拿出手机 给远在外市的朋友 发了条消息 这时我还不知道 自己的照片 已经被人公布在网上 等我开车 赶到高速路收费站 入口处被警方包围 拉起明晃晃的警示线 身后车辆排起长龙 我下车步行时 有人将我认出来 立刻摇下车窗 将手边喝完的空瓶子 砸到我脚边 口中愤怒的谩骂 你个杂种 还有脸出门 我要是你都找个楼跳了 把自己爸妈害死 还过来干什么 看看他们死绝了没 好强你心心念念的遗产是吧 简直就是猪狗不如 长得人模人样 就是不干人事 都不如个畜生 这跑车 都是你爸妈生钱给你买的吧 怎么有脸开 有了第一个出头的人 后面接二连三 都朝我骂了起来 将车上攒了一路的垃圾 统统砸到我身上 要不是距离太远 恐怕我此刻头顶都见了红 前面维持秩序的警察 听见身后传来的骂声 越来越激烈 察觉到情况不对 急忙走到我面前 冷声喝止道 你是什么人 不知道现在这条路 已经疯了吗 不让进 回去回去 我拿出自己的身份证 解释半上 直到他们打电话 确认无误 才让警车从应急车道 将我送到车祸现场 直播还没结束 但事故车辆 已经烧得面目全非 柳如烟和一腾成面对镜头 哭得惊天动地 不知道的 还以为出事的是 他们的亲爸亲妈 我看在眼里 满心讥讽 不由佩服他们的演技 怪不得这五年 能把我全家耍得团团转 打开车门那刻 柳如烟第一时间注意到我的身影 立刻抢过手机 冲到我面前 气得五官扭曲 再看不见往日面对我的半分温柔 杨起手 就狠狠甩了我一巴掌 突如其来的耳光 将我打得猛了一瞬 心头的怒意更盛 没等我开口 却听见他怒声质问 你还有脸过来 来干什么 看看爸妈死透了没 好证你的遗产事吧 你就是个疯子 为了钱 连自己的亲爸亲妈都不放过 亏他们这二十多年 拿你当亲生儿子对待 你就是这么回报他们的 今天不送你坐牢 都对不起爸妈的在天之灵 一腾成也在一旁硬喝起来 愤怒的面容扭曲 满脸不愤 纪总 你之前 让我偷偷转移公司的资金 到你账户上 也就算了 毕竟你是技家唯一的儿子 可我没想到 你能丧尽天良到这种程度 纪董事长生前什么时候亏待过你 你怎么能做出这样的事 公司本来就是要留给你的 你就这么等不及吗 一听见 他要修改遗嘱 就迫不及待地对他们动手 他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 口口声声为我爸妈抱不平 情真意切的模样 让现场的观众都为之动容 跟着他们 一块将我骂得体无完复 连下属都哭成这样 可见生前是个多正直的人 想不到最后 竟然死在自己疼爱了一辈子的儿子手上 老祖宗在地下都得气活了 你看他那个脸 一点悲伤的样子都没有 装都懒得装一样 不知道的 还以为今天出事的 是他的仇人呢 怪不得刚出生 就被人遗弃了 果然不是没有道理的 可怜之人 必有可恨之处 柳如烟发泄完 气得浑身颤抖 直接立声命令 让警方将我代表判刑 眼底却飞速闪过一抹得意 被我捕捉到 亲眼看着自己 爱了五年的妻子 众目睽睽下 对着自己骂出最恶毒的话 父亲最得意的下属 也背叛了他 跟仇人统一战线 失望盖过愤怒 我心里冰冷到极点 看着他们一唱一和 竟然当场气笑出声 他却将镜头对在我脸上 愤怒尖叫起来 听见自己爸妈出事的消息 还能笑得出来 这种人不是畜生是什么 这次的车祸 不是他干的 还能是谁 报警 我现在就报警 我忍了你五年 现在忍的爸妈都出了事 我一天都忍不下去了 眼看他情绪到了失控的边缘 警方急忙上前安抚 说他们会仔细调查 一定给所有人满意的交代 我趁机走到被烧毁的车辆旁边 目光透过空荡荡的车窗 却看见副驾上 属于我妈的金镯子和项链 大火的温度无法烧毁 却让他们表面覆盖了一层黑灰 我拧眉伸手 将两件东西拿了出来 用衣服下白仔细擦拭 这是我前两年送她的生日礼物 我自然认识 但记忆里 我妈这次出差的时候时间匆忙 根本没时间戴项链 离家前拥抱我的时候 手腕上只有一串子弹珠子 想到这里 我目光冷了几分 远处柳如烟注意到我的动作 立刻指着我大声喊道 你在干什么 连妈最后的遗物都不放过吗 这是她被你偷剩下 最后的两件首饰了 住手 放下 你不配动她 我冰冷的目光扫了她一眼 没吭声 上前将手里的东西交给警方 请务必查清楚 我爸妈真正的死因 绝不能让凶手逍遥法外 我咬牙一字一句地说出最后四个字 柳如烟却没留意到我情绪的变化 只逮住这个机会 又朝直播间申诉起来 大家看见了吗 连我婆婆生前最后留下的东西 她都不放过 为了这么点钱 她连伪装都懒得伪装了 我从来没见过这么贪心的人 简直泯灭人性 桑尽天良啊 跟这种人生活了五年 我没被逼疯 都是因为 心里还存着最后一丝善念 似乎是怕周围的路人听不见 伊藤城放大了音量吼道 你就是知道 今天纪董事长打电话 要修改遗嘱 把你干出家门才 暴露了本性吧 警察都在场 你没有机会了 法律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坏人 上帝更不会 你就小心报应吧 众人瞬间群情激愤 将堵车的怨气 恨不能一起发泄在我身上 随手捡起衬手的家伙 就往我身上砸 警察护着我 猝不及防被砸得见血 只能将我拉到车上避开 柳如烟却痛心疾首地说 要作为我爸妈的女儿 替他们办理后事 葬礼已经联系好了 先让我爸妈安心地走 随后再送我坐牢 他极力伪装地孝顺 显然取悦了在场的众人 骂声迅速平息 取而代之 是对他竖起大拇指的称赞 幸好季家还有个懂事的儿媳妇 不然这白眼狼 估计都得毁尸灭记了 可惜不是他们的亲女儿 但就算是亲女儿 也不一定能做到这个程度 还替他们找凶手 不抢遗产都不错 警察将我带去警局里 询问案情细节 协助调查 柳如烟则是逮住机会 在公众面前极力表现 为我爸妈的葬礼忙前忙后 事事都要亲力亲为 等他葬礼筹备得差不多 才主动联系警方 让他们将我暂时放出来 毕竟他的大戏 还要在葬礼上演 没有我这个主角 打谁的脸呢 怕我偷偷逃跑 警察从我进入葬礼 就一直跟在我身后 现场曾经把我夸得 天上有地上无的情景 此刻看着我的目光 都脆了毒般阴狠 面容不愤 口中用我正好能听见的声音 不断谩骂 杀了父母 还有脸出现在葬礼上 真不怕那老两口死不瞑目啊 真是可惜了 事业发展到巅峰 人就这么没了 到最后 还为外人做了嫁衣 爸妈死了他眼里 连个泪花都没有 关进警局出来 还满面红光的 是不是以为自己 今天过来继承遗产的 真是狼心狗肺的畜生 一腾成在门口 接待道场的宾客 柳如烟 则是助力在我爸妈的遗照前 哭得惊天动地 身上白色的丧服 刺痛了我的眼睛 转过身看见我那刻 他上下打量后 便当众力声道 你就穿着这个 参加葬礼 你疯了 我低头看了看 身上没来得及更换的 休闲运动装 这还是柳如烟纪念日 亲自给我挑选送到家里的 时宜是意 此刻在他的引导下 却成了众人的眼中钉 瞬间 更恶毒的谩骂和诅咒 将我淹没 他将一切看在眼里 目光里闪过得逞的笑意 我全程不发一眼 静静地看着他和前世一样表演 等他作为爸妈的亲女儿一般 替我走完葬礼的流程 最后下葬那刻 他却冷声喝止了动作 今天能来参加葬礼的 在场所有人都跟我爸妈 或多或少有不浅的关系 只有一个不该出现的人 不是我爸妈的亲生血脉 却被他们当成亲生的 养育了二十多年 最后连自己的命都搭在他手里 我认为 他根本没有资格 和大家一起看着我爸妈下葬 他不配 台下有人忍不住替我疑惑的 我记得季家就一个亲生儿子 从来没说过领养的话 就算是他不对在先 但你说他不是亲生的 有什么证据 柳如烟却像是早就预料到 会有人当场发问 下一秒 将那张早就提前准备好的 假亲子鉴定报告摔在众人面前 这就是证据 之前看他对爸妈的态度不对 我就私下送他们的毛发 去医院里检测 结果检测还没出来 爸妈就先出事了 今天我就要当着爸妈的面 揭穿他的真面目 替我爸将这个白眼狼赶出家门 完成他的医院 他转身朝台下的工作人员 使了个眼神 接着这张亲子报告就被播放在大屏幕上 替代了爸妈的生前事迹 众人的目光在触及鉴定结果非亲生那刻 都倒吸了一口气 惊诧的声音此起彼伏 怎么会这样 真不是亲生的 我记得他刚出生的时候 我还提着东西去医院里看望我 怪不得能做出这样丧心病狂的事 原来不是亲生的儿子 这就好解释了 怕老鸡的钱不给他呗 都不是亲生的 还害死了老两口 今天凭什么来参加葬礼 谁叫他了 反应过来时 他们看我的眼神更加愤怒 我目光冷到极点 依旧没做出任何反应 我在等一个绝佳的反击机会 他们却以为我是心虚 气得当场就朝我砸来花圈 滚出去 别脏了这个地方 你不配送他们 对 保安呢 让他滚出去 故老不需要这个畜生送 快点碾人啊 有了第一个对我动手的人 后面就接二连三 局势渐渐失去控制 警方在场也护不住我 愤怒的骂声几乎掀翻天灵盖 震耳欲落 最后进来的却不是保安 而是闻声赶来 早就蹲守在外面的网友 每个人手里都提着一桶油漆 像是早就约好的一般 打开盖子 就往我身上泼了过来 灰色的运动装 迅速被染的血红 脸上也沾了不少 亲戚们见状也不再客气 拿起眼中所有能见的东西 挨个摔在我面前 现场一片混乱 骂声不堪入耳 原本迎客的伊藤诚 却接过话筒 火上浇油 鉴定结果 其实纪董事长早就知道了 但不忍心告诉他 还叮嘱让张经理也别声张 谁知道自己的一片好心 竟然会落得死无全尸的下场 他要是知道这个 养育了二十多年的儿子 会对自己和妻子下这种毒手 估计早就把他赶出去了 今天我们就要替他报仇 他的声音顺着喇叭传出 立刻就有人响应 对 赶出家门 他不配性计 赶来的网友 基本都举着手机现场直播 每刷一个礼物 砸在我身上的东西 就多一个 在警察的保护下 我找机会 看了一眼手机消息 时间差不多了 我拱着腰 悄悄溜到控制屏幕的工作人员面前 推开他们 抢走备用话筒 立声道 言到现在 闹够了吗 今天的确该有人被赶出去 但不是我 我锋利的眼神 落在柳如烟的脸上 咬牙开口 而是这个嫁进我家五年 演戏天衣无缝 却私下里出轨助力 还怀了孕的妻子柳如烟 我的话如同平地惊雷 炸响了众人的耳朵 顷刻间 现场的骂声戛然而止 柳如烟面色沉到极致 眼底的慌乱 一闪而过 便对着我尖声嘶吼 你胡说什么 死到临头 证据确凿了 还要挣扎吗 你不怕爸妈死不瞑目吗 谁让你上去的 滚下来 你这个害死他们的凶手 有什么脸 在爸妈的葬礼上说话 之前没说出警方调查的结果 是想给你留最后一点脸面 既然你自己不要 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话落 他转头看向众人 警方的调查结果早就出来了 事故车辆被动过手脚 而且零件上面 提取到了几博打的指纹 本来想着 等他参加完葬礼就判刑 现在看来 我的好心 又被他当成了驴单肺 刚刚因为我一句话 而平息的怒意 瞬间反弹的不可控制 我低头在屏幕上飞速操作 将医院里那个朋友 发给我的调查结果 公布在屏幕上 两秒后 现场安静到诡异 众人的目光 死死盯着屏幕上 那张原本的鉴定报告 写的是柳如烟的名字 他自然不可能 跟我有任何血缘关系 只动动手 将名字辟成我爸 就骗过了所有人 在鉴定报告公开的瞬间 柳如烟面色惨白一片 你从哪里来的 我勾起冷笑 缓缓道 我不只有这个 接着 柳如烟怀孕的报告 也被公开放大无数倍 出现在画面里 孩子已经两个月了 这也是柳如烟 着急动手的真正原因 从结婚开始 我心疼你身体弱 就没想过被孕 没想到你这么着急 想要个孩子 竟然连助理都不放过 他胸腔剧烈的起伏 声音隐隐带着颤抖 你胡说什么 他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的孩子当然是你的 但你做出这样的事 这个孩子我也没打算生 所以就没告诉你 你是不是非要毁了爸妈的葬礼才甘心 我双手环抱在胸前 冷哼一声 我爸妈根本就没死 用不着你这种好心 至于那个零件上的指纹 不过是你提前趁着我熟睡的时候 拿到家里用我手指摸过 后面才安装上去的 你真以为我是傻子 他气得满脸通红 现场寂静一片 他找来的网友 立刻急声调动众人情绪 你说没死就没死 火是大家亲眼看着烧的 车也是你爸妈的 车上还有他们随身的遗物 你有什么证据 就在这信口湖州 话落的瞬间 我爸妈的身影出现在入口 亲戚们几乎要把眼珠子瞪出来 大张着嘴 说不出一句话 旁边我的朋友一路互驾 将他们送到葬礼台前 我爸一瘸一拐走来 看见柳如烟那刻 直接甩了他一巴掌 贱人 你以为把我们关起来 就能得逞吗 修改遗嘱 你做梦 我的所有东西 都是我儿子的 我亲生儿子的 你算什么东西 给你点好脸 就不知道自己是谁了 今天开始滚出技家 我来的路上 已经联系好律师 也报了警 敢帮我 我看你是活腻了 我妈红了眼眶 想抱我 却被我制止 不想让身上的油漆 弄脏她的衣服 柳如烟眼神里的 慌乱多得一出来 急忙上前 扯着一腾成的袖子 求她快想办法 他们找来网抱我的人 见情况不对 也挨个悄悄离场 生怕自己被牵连 直播到我爸妈出现的那刻 就关掉了手机 但这个画面 也足够网上的舆论反转 我爸妈活着是事实 柳如烟的计划 已经彻头彻尾的失败了 葬礼再没了进行的理由 亲戚们都红着脸 局促地走到我爸妈面前 给他们道歉 他们被柳如烟蒙蔽当枪使 我爸虽然失望 却也说不出责怪的话 等亲戚们走得差不多 柳如烟也想趁机逃离 下一秒就被赶来的警察带走 他用我的副卡 在另一座城市 买了一间地下室 又雇人以司机的名义 拐走我爸妈 我让朋友顺着地址找了许久 才救出他们 烧毁的那辆 不过是个无人驾驶的空车 提前摆放好了我 爸妈随身的东西 获取众人信任 他本想将我送进牢里 再用肚子里的孩子 慢慢逼着我爸修改遗嘱 可没想到 周密的计划会被我戳破 我爸回来后 第一时间就开了记者发布会 澄清我的身份 说他早就立好了遗嘱 所有东西都会留给我 这次被绑害的他腿部骨折 正好借着这个机会提前退休 将公司交给我管理 柳如烟的审判结果出来后 警方公布在网上 引起全网的轰动 要不是他得坐牢 恐怕最后也避免不了遭遇网报 入狱前 我带着离婚协议书 去找他签字 他不觉得自己做错 只恨我毁了他的计划 我知道 这种人永远不可能醒悟 一周后 我在医院的朋友 却联系到我 说他们妇产科 接到一个流产大出血的病人 事柳如烟 我了然地点点头 心里却再没有任何情绪 爱的背面从来不是恨 而是漠然 全文丸 全文丸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